年年寶幫媽咪打針喔 每天都要給她心理健身 她現在越來越大 所以有時候我打針的時候 她會在那邊彈來彈去 每天打還是覺得很痛 真刺進去當然痛 看我看我都痛 好了完成喔 現年42歲的女型趙小喬於導演老公劉亮佐 結婚5年感情依然甜蜜 為了求職兩人歷經一次人工受孕 兩次試管失敗一次胎停 第5次終於成功 而原本肚子裡的點點寶寶 預產期是7月20日 她也希望採自然產 不過因為胎胃不正 加上昨晚7、8點左右有落紅破水現象 因此提早住院準備生產 領重人都開始為她祈禱 而老公劉亮佐昨天早上9點 也向經紀人報平安表示 趙小喬已順利生產 母女平安 謝謝大家關心 而趙小喬身為免疫媽媽 懷孕比一般孕婦更辛苦 必須定期到醫院打免疫球蛋白 懷孕期間整整打了168瓶 懷孕後期時跟手指頭關節 開始24小時反覆腫脹疼痛 早上剛起床時 更是到了無法握拳 無法拿手機的程度 她甚至扎針扎到老公劉亮佐都心疼表示 臉看都痛 但趙小喬卻認為 每一針都是癌 對此婦產科洪子瑜醫師接受訪問時也分享人工受精和試管嬰兒兩者的費用流程 更表示被孕時做兩件事能夠提高受孕率 現在因為有 就是政府政策有試管嬰兒的補助之後 其實大家會直接選擇懷孕率很高的方式就是用試管嬰兒 所以其實人工受精的比率已經就是很少 它需要配合月經的週期 在月經剛來的時候是打排卵針 大概10天到12天左右 那等率泡夠大了就打破卵針 然後再把先生的精蟲襲擊之後放到子宮牆裡面去 然後兩個禮拜之後左右就是可以驗孕知道有沒有懷孕 人工受精的懷孕率其實一次大概15到20%左右 對其實是算不高的 如果你做兩次做三次 那或許成功機率可以提高一些 那但是整體來說你還是會發現 大部分做人工受精的人還是沒有懷孕居多 因為你畢竟還是 五個裡面只有一個會懷孕而已 對 費用比較相對來說 就是一個月這樣子整個療程的費用大概是落在3萬左右 跟試管嬰兒相比 原來還沒有補助之前 當然就是很大的差距 因為試管嬰兒可能要15到20萬左右 那所以大部分人都會想說 那就先試人工 試個幾次還是不能懷孕再試試管這樣 我建議就是 其實人工受精的適合族群大約就是輕微的男性哺孕 或是排卵不太正常 需要靠排卵藥物來刺激濾炮生長的這兩個族群 試管嬰兒跟人工受精其實有點類似 就是都是配合月經週期 在剛開始月經來的第二天第三天開始打針 那打10到12天之後等濾炮夠大了 我們會做一個手術把卵都取出來 所以其實兩個的差距只有一個有取卵一個沒有取卵 那剩下的話就是 實驗室會把取出來的卵做體外受精 那培養成胚胎 再放到病人的子宮裡面去 兩個禮拜左右取卵 那取卵之後的三到五天把胚胎植入 所以一般會抓可能需要三個禮拜的療程 做運機率大概是多高 至少三十八歲以前 如果都沒有做任何像是培胎切片這種療程 就是一般的試管嬰兒一代二代的話 三十八歲以前 懷孕率大概有五成到六成 其實是非常好的 因為你放進去以後就有五成到六成的懷孕率 跟你人工受精15到20%一停就是完全不一樣的 流產率跟自然懷孕是差不多的 如果沒有做培胎切片的話 它的流產率其實跟自然懷孕大概有兩成左右 做試管嬰兒的流產率 但你如果有做培胎切片的話 其實流產率就下降一半以上 可能5%到10%而已 通常都是在月經週期剛開始就會打了 那時候綠泡小小的 那我們打增下去綠泡就開始漲大 所以通常兩個打的天數 大約就是會在月經第十二天 十四天左右取卵 或是把精蟲放進去這樣子 試管嬰兒可能要打10到15幀左右 人工受精就少一半啦 所以你通常5到8幀左右就結束了 就可以把精蟲放進去 所以試管是幾乎每天都要打 對 幾乎每天要打 當然現在有一些就是長效型的排卵針 你就少掉了5幀 所以就是不用到每天打針 地中海飲食對女生的健康 其實都是有一些幫助的 那再來就是運動 其實是可以提高 試管嬰兒的懷孕率的 那他可能就是比較建議是有氧運動 會有點喘的那種 可能一個禮拜要有三次啊 然後每次30分鐘 這樣就是騎腳踏車啊 快慢跑啊 或者是登山啊等等 跌行啊 這一類輕度的游氧運動就可以了 對 就是會提高試管嬰兒的懷孕率 那再來就是作息 可能會建議就是 盡量不要有那種日夜顛倒的 很嚴重影響到女生荷爾蒙的狀況這樣子 好